东海岸唯一的封闭式盆地在台东太原 由于位处海岸与纵谷之间条件得天独厚 日之时期曾是日本咖啡的重要产地 在这里有一家太原书屋 原本这是为了要提供隔代教养的小孩们 放学后有场地可以安顿课后辅导 书屋的运作尝试着自立自强自愁裁员 正好遇上了一群公演院的热心博士 七手咖啡园主大家一起找来当地小农合作 将太原一棵百年咖啡树重栽种培养 只要咖啡豆一成熟 在采后利用特殊技术来发酵 这烘焙后就能够提升风味 带您来品尝阿美族祖灵庇佑之下 说出自己土地故事的太原咖啡 有很多蚂蚁 一定要蚂蚁给你的 哪怕有蚂蚁也要抢在吴雨好天 赶快采下转红的咖啡豆 他们都是太原书屋的孩子 就靠着双手学着自立更生 这个可以采的吗 不 不行 那一口的那一口 这个可以采的吗 可以 那一百分好 采一面可以先吃看看 吃看它的口味 这样子两只手先掐住 然后把这丢下来 哪一颗才可以哪一颗不行 这种就不行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发明了 太原有居民校称是太原 封闭山区内临近三村落 人口外流严重 学童隔代教养 父母离异 侵寒者众 已故的创办人黄春华 因此成立太原书屋 让学童们放学后能有克服地方 变探盒呢 今天没有穿外套吗 过来过来 过去 学童银 考几分 50 你考几分 数学27 27喔 我没骗你喔 你呢 不是月考的吗 不是月考啦 那个 对啊 很简单 我讲简单啊 结果呢 简单你还考那么差 书已经耐入第13年 从幼稚园到高年级的学童都有 在他们纯真的眼里 任何事都新鲜 你还要滚呢 你还要滚呢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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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卿占了大概六成 然后隔代几乎是八成的 对 然后我们这边有松青在的 然后有就是小康的家庭的 可能就只有两个人 所以我们的初衷很简单 就是我们能帮助多少家庭 能帮助多少平乡的孩子 我们就帮助 你画什么玩玩花 我们画一个作品 有画 过去 但我们没教过呀 你们刚刚有念到啊 拼 这是勒吗 得我 朵 朵 他有声音吗 朵 我从幼儿园做到书 谁叫你来的 自己还是阿嬷 阿嬷 你自己喜欢这里吗 有吗 真的吗 你觉得有进步吗 真的吗 他小时候他都会讲张话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这边 不允许讲张话 然后我们就会惩罚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说 叫他就是 就是跟家长讲 他刚刚讲的张话 因为他们这样就会不敢讲 对然后 他从此之后就再也不敢 在我们面前讲张话 孩子们的老师姐姐 也是在书屋长大的孩子 在外求学后回乡 更觉得偏乡里教育的重要 木洛书屋 补足了家庭和学校里没有的 在这里学习的不只是读书 祖林庇佑的咖啡是阿拉比卡品种 虽然甘甜清新 但并没有强烈特殊风味 因此工研院这一群博士们 跋山涉水带来了新法宝 今天豆子大概差不多一公斤左右 大概再加差不多五到十cc 这样应该就够了 均匀的把它加进去之后 稍微把它搅拌一下 均匀分布的菌种 是从舍香里体内筛出的益生菌 可以让新鲜咖啡豆 进行干式体外发酵 让风味能质地圆润 韻味十足 给它鱼吃 不如给它一只钓竿 我们做的就是那只钓竿 希望给它们这只钓竿 将来它们可以永续一直走下去 不需要再喂一餐一餐 迷下个月的一些经费 或者一些生活上再去烦恼 哪一个 这个 他们很喜欢在厨房 在厨房他们最喜欢四个 叫他们四东西 熟门熟路的大孩子手脚快 已经先到厨房报到 而外头的孩子们闻到饭菜一声 得加紧写完功课 想吃饭不仅要写完作业 还要先摆桌椅 机场碌碌的孩子们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不过生活常规 不能忘 感谢太阳 感谢太阳 感谢大力 感谢辛苦工作的人 感谢伤心的事 南大虎吃饭还有屋子里的欢笑声是书屋里的最大安慰 尤其每个人的灵魂里还兼具着传承传统文化的使命 就像采摘下的成熟咖啡豆得经过种种过程 颗颗都是心血结晶 精调细选后的烘豆更丝毫不得马虎 你稍微闻看看这个绿豆也比较烫 你直接这样闻 绿豆的味道 这个豆不要是没有味道 这个是酸的 它越来越苦 在书屋可以很开心 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就感觉很温暖 大家一起玩在一起 然后有时候风天季或者是跳舞的时候 然后这样子 然后都可以一起 然后那种感觉 团结的感觉是很好的 知足常乐 明朗温暖 这称之为家的书屋 让孩子们随时有避风港 而左邻逼幼的咖啡 更希望能把这甜蜜元素 透过重煮煎将幸福成地 不客气 喝咖啡 奶奶 喝得稳 我刚刚都喝 感谢 我们下期见 启り静 死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